声秀铁柜青岛在墙边 钢筋水泥外漏简直像废墟 走出户外二楼阳台 标着东日本大地震海啸高度 很难想象这里原本是一个 充满童言童语和笑声的地方 位在浪江町的寝户小学校 在三一大地震中遭到海啸淹没 不过全校师生及时躲到身上避难 因此全数幸免于难 寝户小学校距离海岸仅短短300公尺 地震发生后教职员和82名学生 徒步逃到1.5公里外的大平山避难 全员奇迹寺的生还 遭海啸袭击后的校舍原封不动保存 并展示当时的情况 成为警惕后人的重要设施 同时当地的重建工作也正一步步进行中 以浪江町生产的氢气为动力 搬运用无人机在防护网当中缓缓升空 日本第一座大型无人机试验场 就在福岛县的海岸落脚 广达60公顷的试验场除了无人机 无人飞机还提供水中 水上机器人等各式实测场地 借此建立研究单位交流的据点 并培养相关人才 另外传统产业也在这里落地生根 知名的日本碾丝企业走过传产低潮 以独特的碾丝技术 做出高吸水力速干毛巾 在今年春天结合观光设施前进幅道 此外还有业者开始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 以精致农业判吸引人潮回流 受到地震及海啸重创后的福岛 以独特的条件吸引传统产业和无人机事业进驻 为地方复兴注入新的活力 欢迎新闻17号日本辅导采访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 正式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